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他解决了这件事情他自然不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卸磨杀驴 更何况如果处置了李渭难免引起大家的猜疑 既然李渭打曾经有错是不是就代表曾经是对的 那之前抹黑雍正的言论岂不是通通都成立了 这种后果显然不是红利想要看到的 不过李渭动私刑毕竟是既定的事实 红利想要继承大统就必须维护司法公正 至少在明面上他要做出表态 所以受罚的那些刑部官员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替李渭背了黑锅 说不定这也是雍正留给红利的一个考验呢 其次红十刺杀红利的时候是李渭带着人保护 红利才能安全回京 雍正在处置红十的问题上犹豫不绝世 又是李渭站出来一席化让雍正下定决心除掉红十 李渭做的这些为红利的夺敌铺平了道路 两人早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红利又怎么会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下手呢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点关注哦